字幕作者 李宗盛 地藏菩薩有一個受申僵在裡頭 你在跟深淨前一定要經過什麼 住生師 大藏經裡面著 住生師 一定要有受申僵 因為你鋼鞋真的把主持的師傅 救錢下來鋼鞋 所以鋼鞋就欠錢了 你這個褲子要趕快補回去 你說要主持娘娘 關小孩 關小孩 主持娘娘又關小孩 不是只說要兒子 要求主找主持娘娘 他有四大 真是女人的護法 你女婦人有三大 你給他求 就會通過 跟他求也會同樣 求過後很多事你才會轉運 還有新鳳鴨 它是你的地方的守護神 對 誠實守護神 但是他公正無私 你有造福 聚福 藏福 造福才會造福 這就是你要去做 用神經一步一步去做 才能夠長長久久 富過三代 不能叫我 古代人說一貴 富不過三代 這是一個城市 就是炎武宋雄裡面一個法門 真的要有一個口語的配合 所以就是意思說 一人一個台空馬是人知道的 不可以說那些人不得說得香 一人把好各槌 沒有錯 我還請教一下 我們大記者 是不是 你也有去過 桃園大信 宋雄廟去做見證嗎 對 所以你有相關的案例 要做實際的說明 對 我剛聽真的大師講 我還覺得說 原來這個廟裡面的神明 是這麼的 怎麼講 我們現在講就是 其實這個案例的故事 也跟法師跟這個大師 跟這個小姐講的一樣 很多人其實去營福宋雄廟 他一開始真的是抱著一種想法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我去弄一弄去賺點錢 到了後來都是變成一個 好像是個心靈的寄託 是一個很好的信仰 是一個好朋友 沒事就去那邊走一走賺一賺 像剛剛大哥講的 五十八塊錢 你借五十八塊錢 你要還怎麼樣 那個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但主要是你的內心 就有一個攤販 他一個詹小姐 這也是一個案例 他跟他先生做攤販 夫妻兩個常常吵口角 因為做得也不太順 賣東西啊什麼 為了賣什麼東西也都有意見 也是朋友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不要去大溪走走看 這個營福宋瓊廟 走走看 拜拜看 他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剛好碰到法會 那法會你知道 整個很熱鬧的 就拜這個五路財神王 就有那個轎子有沒有 就整個來講 就是他整個來講 非常的那個他們講的 那是人山人海 香火鼎盛 對 他說那個轎子 越搖就會越旺 你知道他們進去的時候 覺得就是來拜嘛 可是一站那邊看到 大家在那邊念經文 他在那邊 他覺得那個磁場 那個氣啊 就有一種那種感 就感覺就來了 他覺得說 我好像要賺錢了 他這個賺錢 我像剛剛講 他不是回到家前 吊他來了 他開始就有一種新的想法 回去以後就跟他老公想 我們到底要賣什麼東西 後來慢慢就去賣 你知道以前他們做小攤販 一天幾百塊錢 夫妻吵鬧不休 後來一天賺到五千塊 可是這個也不是說 他拜完之後會吊下來 他們開始整個有一種 性一個善念的感應 他覺得我要去怎麼樣去想 更科學的想法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才會賺錢 他整個人的那個念 就轉過來了 從這個以後 他就常常跟朋友講說 他們就經常就會去那個廟走一走 沒事就去走一走 他變得不是要祈求什麼 就是去散散心 環環願拜一拜 就感覺心情就很開朗 什麼事情就順了 錢也就自然來了 對 對 在這裡我也可以跟觀眾朋友做一個見證 我去年真的找到 我跟我們的製作人 因為我是主席林的製作人 林志文前夕 跟他們太太牽手 我們去大西營運送船廟 林志文的牽手 我去年很好的 拿一個大金融花拜 拜 拜後回來 我選一個 考試驗國家文官培訓所的 講座教授 這裡現在演講教授 所以我不是 不是竟然告訴你 這裡又是 考試驗國家文官培訓所 習政中立華講座教授 這不簡單 這也是來推薦的 所以這實在說起來 我也不敢說 是我自己樓 還是去英文宋船廟 譬如說 我們來說 可能是英文宋船廟 我幫她提醒我為了 感謝天 感謝堂 感謝土耳聶 台虧營運送船廟 讓我那些贏作 究竟我們是好餐廟 出一些好餐廟 好 其實當時我還有做 就是營運送船廟 他們一個法會 那他有給我一個 這個類似一個 一個作版 然後我就 我也都是隨時 把他攜帶在身上 那有時候 譬如說我覺得自己 比較不順利的時候 我就會拿這個板出來 祈求天公主幫忙我這樣子 然後我常常會覺得說 就會讓我產生 莫名會產生一種 興奮的能量 就會覺得說 原來其實所有的困難 都不會是困難這樣子 如果對以上節目有所疑問 請播以下的節目諮詢專線 03-388-9355 03-388-9355